十一,經濟一周,入股潛力還看企業改組 2015年7月11日中長線外圍區P082基金並向Dincashman一個名字之中 包含著什麼意思?早在於400年前,沙士比亞已討論過這一點 時至今日,相信投資者對安培經濟學也有同樣的疑問 2012年底,安培晉三當選為日本首相後,安培經濟學一遲隨之冒起 安培不許出經濟學的三線政策包括以刺激增長為目標的改革及營造溫和通脹的環境 政策迅速引起國際財經和投資界的關注 安培經濟學中刺激增長政策,令很多投資者重新檢視對日本一直以來的悲觀態度 投資者開始認同日本股市的股值極對吸引力 而日本股市的確在2012年底至2013年間出現顯著升幅 不者相信,真正的投資機會源於企業進行重大改革 增派適合回購活動上升隨著漫長的資產負債表收復周期結束 日本企業已換言一身,與十年前大相徑庭 不者接觸的企業當中,有很多都正在提高核心利潤和現金流 同時部署開發高增值業務,並開始償還債務 以及通過派發股息與回購股票來回歸股東 2013年財政年度變合共10.3萬億日元的利潤 透過回購股票或派發股息的方式回歸投資者 惡年上升約20% 舉例說,日本電報電話公司Nypon Telegraph 及電話最近公布回購約4%已發行股份,合共接近2500億日元 此外,七年來從未就任何回購的貿易商三零商市會社 亦公布回購合共接近600億日元的股份 不者相信股票的初始估值是相當重要 而金融股就是證明日本眾多股票近年均十分便宜的一個上街例子 經過超過十年的債務去槓桿化後 一眾主要銀行願意具備充足的資本及競爭力 多間主要銀行利用自己穩健的資產負債表 趁不少外國競爭者正面臨債務去槓桿化週期 買入他們股值低廉的資產,從而擴充海外貸款業務 事實上,日本一些銀行已在出負意料的範疇成為龍頭 例如在歐洲銀行仍保持審慎態度的全球項目融資領域 日本銀行的影響力正日益增強 海外擴充對銀行的整體信貸增長及盈利均有幫助 舉例說,2008年30日聯金融集團 利用其強勁及健康的資產負債表 全面收購總部位於三藩市的Union Bank 並斥資收購摩根士丹利部分股權 目前MUFG持有摩根士丹利22.4%的股份 2013年12月MUFG買入泰國大盛銀行72%股權 於幾家大型日本銀行中,海外貸款佔總貸款額達到20%至22% 當中40%至50%的貸款來自亞洲 其餘由美國及歐洲各佔一半 以中置長期的可持續營利預期而言 李光爾克勒另一間股值對吸引力的公司 開始受惠於生產及銷售業務等方面進取的重組行動 李光的核心業務成熟,並受兩個增長範圍所支持 其業務重心正由生產業務轉移至 架高無理的菌綁服務模式 李光是全球三大主要光學機器製造商之一 並透過收購美國的ICON 改善其服務模式並進一步打入美國市場 不過,這並不表示安培經濟學對日本股票投資者毫不相關 安培經濟學成功吸引國製造招備低股的日股 不者相信長久以來企業一直在進行最關鍵的改組 當美光燈落在日本股市 長期投資者將會找到一大批備受市場忽視 但股的比市場與其歷史股值便宜的企業 而這些企業正在運用所賺取的大額現金投資到新業務 償還債務 以及透過股息和回購來回歸股東 值得注意日本市場的不僅是安培經濟學 Dint Cashman Hanna投資的基金經理負責管理 Hanna投資日本動力股票基金 及為日本股票投資團隊的主管 於超過27年的投資事業生涯中 Dint幾乎完全專注在日本股票市場 無論是上世紀80年代資產價格泡沫爆破後 日本出現通縮及經濟增長放緩 以至近期日本企業的復甦 Dint Cashman的投資方式是專注尋找價格偏差的股票 Dint Cashman, 我不會以至近vi的想局 Dint Cashman, 代言相格偏差的股票 Dint Cashman, 代言相格偏差的股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